Ready Bleezer公司备受玩家期待的即时战略超大作 星海争霸2经过漫长的十年开发 终于将在今年7月正式推出 而星海争霸2不但以全新3D引擎打造崭新的视觉效果 单人模式共有29个任务等待玩家挑战 更别说游戏丰富的多人对战模式 另外开发小组表示 星海争霸2游戏将附赠的关卡编辑器 堪成史上最强 能让玩家进行天马行空的创意发挥 只要玩家想得到的点子几乎都做得出来 现在国外也有不少高手利用星海争霸2关卡编辑器 做出了像是马力欧赛车般的小游戏 原本星海争霸2中的作战单位 都以搞笑风格来拼速度 或是做成纵向射击游戏玩法 变成名副其实的星海争霸大射击 甚至还有人突发奇想 把星海争霸2改编成像是日本RPG名作 Final Fantasy般的角色扮演游戏 战斗画面还会旋转场景 排排站冲过去砍敌人一刀的回合制战斗 实在是超有趣的 等到星海争霸2游戏正式发射后 玩家也不妨拿关卡编辑器来二搞一番吧 由SEGA发行 网罗开发过的星际大战 旧共和武士2 与绝东城之夜的知名团队 所开发的新形态谍爆RPG游戏 阿尔巴协议将在本周推出 这款颠覆以往谍爆游戏 大多以动作或射击类型为主的思维 该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 玩家扮演顶尖的情报员米歇尔 奉命执行一个名为阿尔巴协议的秘密任务 阻止一场恐怖分子企图引发的国际灾难 而游戏以RPG的方式来进行 玩家能自由塑造主角外形及能力 到世界各地的秘密情报场所收集情资 随着剧情与更多人的会面 而跟他人的对话态度会影响剧情发展 让故事随着分歧 展新的谍爆游戏新玩法很值得期待哦 随着电影阿凡达带动的3D立体风潮 现在甚至吹进了家家户户的客厅 不少国际大厂如三星 LG 日本的三菱 东芝 夏普 松夏 Sony 甚至台湾的奇美等等厂商 都宣布要投入3D立体电视的生产 其中Sony也宣布为了配合6月份将上市的3D立体电视 也将搭配PS3举办促销活动 PS3只要透过网路升级到系统3.30以上的版本 就能支援3D电视 甚至在6月期间购买Sony 3D Bravia电视 还能获得包含Mr. Pan Star Strike HD 与磁福列车HD的完整3D立体版 以及摩托风暴2试玩版等3D立体游戏的免费下载序号 搭配3D立体眼镜玩起来更有feel哦 不过还不清楚台湾是否会有这项同步促销的优惠呢 日本Compile公司表示 他们7月29日要推出一款风格另类的 PS3专用游戏超次元战技海王星 这款RPG游戏最大的特色 就是把游戏主机与游戏厂商拟人化 不管是PS3、Xbox 360、Wii这些游戏器 还是Sega、日本E、Compile等游戏公司 全都变成青春无敌的超萌美少女展开冒险 实在是非常的特殊哦 SNK Playmore 表示 他们3年前曾推出的大型电玩格斗游戏 Neo Geo 格斗竞技场 预计6月9日提供玩家透过Xbox Live 网络付费下载 能操控SNK历代知名的电玩英雄 进行激烈的格斗竞技 这款游戏网罗了SNK历代知名游戏 包含拳皇、龙虎之拳、二郎传说、越南大战、武士魂、越华战士、风云末世路等等游戏主角 展开跨越将近的大战斗 而Xbox Live 下载版本还将强化内容对应HD高画质、支援网路对战等等内容 喜欢格斗游戏的玩家不妨留意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